出埃及記 第21至22章 你要向以色列頒布以下條例 如果你買了一個希伯來人作奴隸 他服侍了你六年 第七年他就要恢復自由 不必向你再付出什麼來屬身 他來的時候 如果是單身 就讓他一個人走 如果他之前已經結婚 就讓他妻子跟他一起離去 如果主人給他娶妻 是在他作奴隸期間 他們又有了兒女 那麼在第七年 只有他可以離開 他的妻子和孩子 仍屬於他的主人 但那奴隸可以聲明 我愛我的主人 也愛我的妻兒 我不想獲得自由 如果他這樣做 主人就要把他帶到上帝面前 然後要把他帶到門前 畫門看旁 當眾用錐子刺穿他的耳朵 從此他就要終身服侍主人 人如果把女兒賣作奴隸 他就不能像男奴一樣 在第六年結束時獲得自由 如果主人對他不滿 就應當允許他屬身 但不可把他轉賣給外族人 因為是主人破壞了跟他所納的契約 主人如果把他許配給自己的兒子 就不可再把他當作奴隸 而要把他當作女兒看待 取奴隸為妻的人 如果另取妻子 也不能忽視第一個妻子的衣食 和他與丈夫行房的權利 倘若他沒有履行者第三項責任 妻子就可以自由離開 無須付贖金 攻擊他人致死的 必須處死 假如那只是上帝允許的意外 我會指定一個避難所 那殺人的 可以逃到那女躲避 但那蓄意殺人的 即便是躲到我的祭壇那女 也要被拉出來處死 打父母的必須處死 綁架人的 無論把人據為己有 還是賣作奴隸 都要處死 不孝敬父母的必須處死 如果兩人發生爭執 一方用石頭或拳頭打傷對方 受傷的人雖然活死 卻要因此臥床 日後他即便要用拐杖 卻刑可以行走 打人的 就不用受懲罰 但要賠償對方損失了的工資 並且要支付治療費用 直到對方完全康復為止 人如果用棍棒打自己的男奴或女奴 導致奴隸死亡 那主人必須受罰 但如果奴隸在一兩天內復原 主人就不必受懲罰 因為奴隸是他的財產 兩人打架事 誤傷了一名孕婦 導致他早產 如果沒有其他傷害 傷人的 就要按那女人的丈夫所提出的要求 及審判官的裁決 作出賠償 如果還有其他傷害 那人就要受到相應的懲罰 以命常命 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 以手還手 以腳還腳 以燒傷還燒傷 以創傷還創傷 以激傷還激傷 人如果打自己的男奴或女奴的眼睛 使奴隸的一隻眼核了 他就必須讓那奴隸自由離開 作為損失眼睛的賠償 人如果打掉自己男奴或女奴的一火牙 他就必須讓那奴隸自由離開 作為失去牙齒的賠償 如果有牛撞死了男人或女人 就要用石頭打死他 他的肉不可以吃 不過在這種情況下 牛的主人不必受罰 如果那奴隸向來好鬥 牛的主人也知道 卻沒有把牛生好 後來那奴隸撞死了人 那就必須用石頭打死他 牛的主人也要被處死 不過死者的親屬可以接受 就償命的罰款 牛的主人可以按對方要求的一切賠償 為自己贖命 如果有牛撞死了男孩或女孩 也要照同一定例處理 如果牛撞死了奴隸 不論是男是女 牛的主人都要陪那奴隸的主人三十塊銀子 而那頭牛必須用石頭打死 如果有人劃整 劃揭開整蓋 沒有把整蓋好 之後牛劃爐調進了整裡 整的主人就要全數賠償生畜的主人 死了的生畜則要歸整的主人 如果某人的牛傷了鄰居的牛 而受傷的牛死了 兩家的主人就要賣掉活牛 平分所得的錢 同時也要平分那頭死牛 要是那頭牛向來好鬥 而牛的主人卻沒有把牛生好 他就要全數賠償 用活牛來償還死牛 而死牛則歸他所有 第二十二章 人如果偷了牛或羊 把他宰了或賣了 他就要用五頭牛賠償一頭牛 用四隻羊賠償一隻羊 道賊如果在進屋行涉時被擒 被打致死 打死他的人不算犯謀殺罪 但如果這事發生在白天 打死他的人就犯了謀殺罪 道賊如果被擒 他就要賠償所偷的一切 他如果無力賠償 就要被賣作奴隸來賠償所偷的 如果有人偷了牛 爐或羊 別人在他那裡找出莊物 他就必須作出雙賠的賠償 人如果在田野或葡萄園裡 木放生畜 任由生畜到別人的地裡吃草 他就要用自己最好的穀物 或葡萄來賠償對方 你點火燒驚激 要是火勢失控 蔓延到別人的田裡 燒毀了和菌 未收割的莊物或全部莊架 點火的人 其他人就必須為損失的莊架作出賠償 人把財物托給鄰居保管 財物在鄰居的家被洩 如果盜賊被擒 那賊就要按偷取物件的雙賠價值賠償 如果捉不到賊 那受託者就要到上帝面前 由上帝裁決他 又沒有偷去財物 如果兩人發生糾紛 雙方都聲稱擁有某頭牛、牢、羊或某件衣物 或任何失物 他們就要到上帝面前 被上帝宣布有罪的一方 必須給另一方作出相配的賠償 人如果把牢、牛、羊或其他生畜托鄰居看管 而生畜在無人看見的情況下死亡、受傷或逃走 受託者就要在上主面前起誓 如果上主確認他沒有偷 失主就必須接受裁決 那鄰居就不必賠償 如果生畜真的被偷去 那鄰居就有罪 必須對失主作出賠償 如果生畜被野獸撕碎 必須有殘骸為證 才不必賠償 人如果向鄰居借生畜 生畜在主人不在場時受傷或死去 那借生畜的人就要全數賠償 但生畜的主人如果在場 就不必賠償 生畜如果是租來的 也不必賠償 因為租金已經把損失計算在內了 人如果引有還未定分的處女 跟他發生關係 就必須按風俗交納聘禮 娶他為妻 若女子的父親拒絕把女兒嫁給他 那人仍要付出相當於娶儲女的聘金 不可讓行無術的女人活著 跟身畜交合的人必須處死 凡向上主以外的其他神明獻祭的 必須被消滅 你們不可虐待或欺壓客居的人 要記住你們自己從前也曾在埃及地客居 你不可剝削寡婦和孤兒 如果你剝削他們 他們向我呼求 我就必聆聽他們的呼聲 我的怒氣會向你們發作 我要用刀劍擊殺你們 你們的妻子要成為寡婦 你們的兒女也要淪為孤兒 你如果借錢給我子民中有需要的人 不可將債主那樣收取利息 你如果拿鄰居的外婆作借貸的抵押 就要在日落之前歸還 這外依可能是你鄰居僅有的鋪蓋 人沒有他怎麼睡覺呢 如果你不歸還 而你的鄰居向我求助 我必定聆聽 因為我是憐憫人的 你不可侮辱上帝 也不可助就管治你的人 你把五谷和酒獻給我事 不可有所保留 你要把頭生的兒子獻給我 你也要把頭生的牛 綿羊和山羊獻給我 但初生的動物 可以留在他的母親身邊七天 第八天才獻給我 你們要作我聖結的子民 因此你們不可吃被野獸撕裂 或咬死的牲畜 要把他雕給狗吃